哇 德国特种兵登陆山东 贝利大哥武松大虎拳KO 当场吐血昏迷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山东青岛站的比赛现场 好现在出场的这一位就是 我们中国的民间功夫牛人 李大哥李铁锤 哇我们看一下 他的双臂就像是铁锤一样 非常的粗壮 身高是1米78 体重85公斤 好我们的李大哥 今天他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一名特种兵拳王 今天他登陆山东 就是要和我们中国的民间功夫高手一绝高低 让他自己的话说 一绝高低也绝生死 哇看样子他很嚣张 不知道这是客场作战 双方的比赛开始 我们看一下 视频从左边的这一位就是来自德国的米洛西奇 这家伙身高达到了2米06 绝对是一个欧洲巨人 他的体重是160公斤 也就是300多斤 这场比赛不好打 李大哥现在一直往前压着打 来了一个重小踢 后手重拳打在对方身体上 对手好像没什么事 把对手压倒在地板上 我们看看 后手拳 小踢跳起来的正蹬腿 这场比赛安排的是一场五回合的大战 每回合五分钟 在这里小胖为大家剧透一下 大家千万不用滑走 千万不用滑走 因为这场比赛只用了三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的李大哥把这个德国的小巨人 打的是酷爹叫娘 这是很难看的 在这场中的一场 他已经不成功了 我看没什么 我看没什么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样的 就像中心 像中心 就像中心 中心 这位是重大战 这位是重大战 他会继续 他会继续 那儿是一层的 是继续 在这位上 有几层的 准确性 和通货币 这位这位是 逆臌尔 凳尔 如果你当你 你够得 你侮碾 你够得 比赛 但是你能看到他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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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表面的姿勢 他在表面的肌劣 他在表面是有效率 他在表面的肌劣 他在表面上了 他知道他能得到达身 好,一步要到处理 他在表面前致力 看起來有了,他在表面上 瘋了! 左手后手拳直接把对手击倒 然后把对手摁倒在地板上 疯狂的怒锤 KO获胜 恭喜李铁锤 最终打出了武松打虎拳般的重拳 把对手摁倒在地板下 疯狂的锤打 直到把他打昏迷 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弯镜头 当时也是把裁判吓得不轻 赶紧飞出上去救人 我们看一下 一个左手后手拳 哇 我们的李大哥他是一个左撇子 左手是重拳 我们看一下 这一拳把他的脸都打骨折 就这种拳法 要了命啊 武松打虎 恭喜我们中国的硬汉 李铁锤 李大哥为国正光 击败了德国的小巨人 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彩 点赞传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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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